美联储在经过多轮加息之后,最终还是扛不住了。美联储副主席菲利普·杰斐逊在一次外事活动中,情绪十分低落地说道,美联储或许会考虑降息的手段。 关于这一点,其实本质上还是美国以美人霸权模式收割世界遇到了强有力的阻力,但是一旦到了不可控的地步,那么美国也就到了和中国进行金融正面摊牌的时候,那么再过去,美国是如何利用自身的金融政策收割全世界的呢? 如果中美之间真的进行了摊牌,两国又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呢? 直到今天,依旧有很多人认为,美国能在二战之后,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,能在和苏联的冷战结束之后,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。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美国推行的美元霸权一直在起着正反馈的作用。 1944年,当二战即将要到达尾声的地步,美国、苏联、英国这三个世界上国力最强悍的国家,关起门开了一场以经济为主题的会议,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经济会议。 因为彼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,再加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已经被打成了一片废墟,所以美国开始了马歇尔援助计划,其实质内核就是在全世界推销美元。 例如,美国给西方资本主义的援助,全部都是按照美元来结算的,短短几年时间,美元开始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流通,那时候还被冠以更高等的名字,美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过去能作为主宰的就是英镑,也就是日不落帝国的英镑,但很可惜英镑随着英国的沉沦。 开始日益变得不再为人们所喜爱和接受,美元成为了美国的核心利器,只要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交易的地方,都会有美元的身影,只要美元能够不断的流通,美国人就能坐在家里面数钱。 例如,全世界大宗的货物贸易以及粮食流通,都是通过美元结算,所以全球产出了多少的粮食,美国很清楚。 再比如,全球最值钱的石油,到现在依旧是用美元结算,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谁试图放弃美元结算,那么谁就会遭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,从伊拉克的萨达姆。 再到利比亚的卡扎菲,无疑不是,但这个时候,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,美元既然成为了美国在全世界圈前的无形城堡,谁动这块蛋糕,那么谁就会遭到巨大的反噬,那么如果是中国呢,直到今天,不管是在军事,外交,还是经济领域,美国与中国的交锋都早已超出了正常大国交锋的范围。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,与前任总统特朗普,一直以来都是极尽可能地打压和制裁中国,特朗普一直开打贸易战,结果因为新冠这一黑天鹅事件而被迫终止。 拜登同样也是如此,但是俄罗斯在多平原和乌克兰发生了军事冲突以后,美国的精力就再次被分散了。 总之,现在的美国是首尾不能相顾,所能对付中国的精力,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散掉。 但问题是,美国能整垮英国,成为世界老大,能战胜苏联,赢得冷战的胜利,面对中国会屈服吗? 美国的下一步手段是什么呢? 美联储控制美元的大方向和流向,这是公认的事实,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或者是降息都会牵动全世界的金融神经,在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。 美国一方面进行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,另一方面就是让美联储疯狂加息,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,第一就是给全世界制造出这样的一种幻影,即美国依旧有能力维护美元的霸权,美元霸权不会终结,也没有谁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,其次就是在给全世界富豪和中产阶级吃下安心丸的同时,快速吸取更多的财富。 因为只要美联储能加息,能制造出一种虚假的繁荣,那么美国就会接收到来自全世界源源不断的财富,尤其是在今天,全世界都在面临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。 谁能提供更好的自己安全保障,那么谁就能吸引更多的财富?对此这一点,美国比谁都清楚,除此之外,美国除了吸取这些大量的美元回流之外,还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,削弱其他国家的货币实力。 例如前一段时间,中国股市的低迷,其本质就是中国股市的热钱全部都跑到了境外。 日本的很多投资商人也重新调转了投资的方向,开始重新将目光放在美国。 而这一切均是美国乐意看到的结果,美联储的加息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制造出了冲击波。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,除此之外,美国因为工业化已经被抽出了主干,再加上近些年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失败,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如果不对美联储进行加息,那么美国就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购买到工业品,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品种类。 这样就让美国只能选择向中国进行购买,现在美联储加息以后,美国就可以花费更少的钱,买到和原来一样多甚至更多的大宗交易货物。 但问题是,用这样的美元霸权到全世界进行掠夺? 真的不会引起全世界的防抗情绪和手段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美国当年敢去挑战英镑在全世界的地位。 那么,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,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,就不会坐看美国就这样大搞赤裸裸的美元霸权侵略。 俄罗斯在东欧对于北约东扩已经开始了反击,那么中国呢? 很多人不清楚的是,因为国情和地缘位置的不同,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那样,随时能对美国的代理人动手,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尽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。 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,可也正是因为这样,我们才必须要能够保持住战略定力,在我们的四周,不乏有日本、菲律宾、印度这些蠢蠢欲动的国家,贸然动手。 那么只能是摧毁掉我们得来不易的成果,现在我们最需要的,还是要保持住战略定力,我们只要能保持住我们今天的一个发展态势,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模仿复制美国当年对待英国的政策,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,将美元换成人民币。 而这,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,在中东地区,沙特近来就有要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态势。 包括俄罗斯更是明确提出可以用人民币来进行双方的经贸往来,要知道,美联储历年来的平均加息周期也只有18个月,而目前,美联储加息趋势已经超过了平均周期半年,全球金融环境肉眼可见的恶化,可能我们普通人感受不深刻,但一场惊涛骇浪正在席卷全世界。 那这些与中国有关吗?肯定有关,对中国影响大吗?我只能说很大,我之前就老听到有人说,美国加息不是金融战,但怎么可能不是?美国加息确实是为了控制国内的通胀,但这只是一部分的目的。 更多的还是打响金融战,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中国,别看,过去一年以来,全球冲突热点地区都集中在中东和欧洲东部,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火药味一点也不小,一场看不到硝烟的金融战正在持续打响,美联储持续地加息,对全球市场的恶劣影响,同时也在不断向中国发起冲击。 现在,美联储依旧硬着头皮不降息,一方面是国内通胀依旧难以控制,一方面是对华金融手段效果并不明显,所以美联储根本不做降息考虑,反而会加大金融手段的力度。 打算放手一搏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到今年5月份,美国就将有一个重大选择,要么再次暴力加息,将基准利息抬升到7%,要么就是推动日本, 让日本对中国发动一次自杀式的进攻,到时候,中美这一轮金融战也就要见分晓,但这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真正的重点在于,如果美国连屡试不爽的金融战都打输了,连最具优势的对华手段都不起效果, 中国将面临被摊牌的巨大风险,因为那接下来,美国势必会陷入疯狂,不再寻求与中国保持斗而不破的平衡状态。 而是直接把桌子掀翻,采用制裁俄罗斯的方式,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,以及其他美元资产,当然了,这只是最坏的情况,孙子兵法,怎么说来着,妙算胜者得算多,我们必须去考虑最坏的情况,从而去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,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